在很多观众心中,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有勇气挑战短发造型的,当然也是因为教育短发造型存在一定的难度。 而近日,已向女长发造型出现,在观众面前的感觉了baby也是大大尝试了顺头造型,看着网上流传的这组杂志照片,毫无疑问,baby的发型是与引人注目的。 其次,无论是在妆容方面,还是照片的色调上,她原本就比较精致的五官更被阔大化,让人看一眼就印象深刻。 当然,虽然跟往常小仙女般的气质不大一样,导演让观众们很是欣赏她的勇气,即便换了侧头的造型,她的五官实质上,还是很有女性乐味的。 只不过如今的阔炫装扮倒让她撞脸老公黄晓明了,正如大家所见的那样,平日里的男性也显有寸头的造型,更别说是由其注重形象的女性了。 但是在一众看似柔弱的女性中,除了baby之外,宁静可谓是国内女性中寸头的领寻人物了,宁静的性格在荧幕前就是大到咧咧,直来直往的样子, 虽然有时会被观众认为这是情商低的表现,但是随着岁月的沉淀,她也变得越发收敛和成熟,当年她接近光头的造型,可谓是惊艳众人。 还记得在红海行动里头的机枪手头里吗?一开场的时候,从外形上看,是不是跟男演员没有太大差异? 扮演者短路侠可谓是一众无打女演员中最无可取代的了。 这一帅气的寸头无遗憾,加分,尽管国内女性在发型方面,还是比较保守的,但丝毫不影响大众对国外女性的个性审美。 前段时间在歌手中让全中国的观众重新认识的Jesse Jane杰师姐,曾经也留过这样子的发型,是不是颜值很能打? 还有拥有众多粉丝的个性代表克里斯丁斯图尔克,在颜值方面可谓是很突出吧? 她这一黄色的寸头造型,实在是美出了新高度嘛。 但有些许男性的音气,又不是女性的味道,可谓是诚实的太好了。 看完这么多爱女性的寸头造型,是不是更觉得她们的帅气不输男性? 不管是真寸头还是假发,能够为艺术牺牲,都值得大家肯定与支持。 谢谢。 谢谢。